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 我們是收看他們說 超自然震動 沒有想到開場 超可怕 我們今天請來 FJ234的福福跟Josh 其實我們這集是要錄燒起跑 然後完全毫不猶豫的 就是要請FJ234 你們為什麼可以告訴我們 為什麼你們會跳錄FJ234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工作本身是舞者 然後我們很希望有一天 你不跳舞的時候 可以靠我以外表賺錢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節目的時候 就是外表賺錢 我們想要做一些 跳舞之外的工作 然後一開始只想 單純分享自己生活 然後就開始有人建議說 要不要開一個粉絲專頁 然後就 誤入企圖了 所以 一開始也沒有料到 後來會這麼滴死 對沒有 講人家滴死 我們也沒有料到大局 怕跳舞之後沒有未來 沒有想到開創的未來 更滴死 破破 對 太可憐了 所以節目做到目前為止 有 因為新三色的關係被攻擊嗎 有啊 很強啊 你有沒有被剪局過嗎 有 你我們第一集都被剪局了 對 第一集就被剪局了 我覺得我們每一集都很值得被剪局了 哈哈哈哈 嘿嘿嘿 每一集 所以你們都要就 那個Market一下 正義魔人不要看 對 所以每一集都做好你最後一集 對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就是唱得要自己心中想講的 這個節目好沒有未來 大家趕快去看 對 因為我們的主題還是燒奇葩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要聊 我們人生發生過 就是各種奇葩的事情 我們就先講一下 消奇葩的故事 就是我以前在酒吧的時候 然後我一個老闆 他就是非常著名的我們 紅樓區的消奇葩 其實我們只要喝酒 然後有人就叫酒快美 就是 他會去吹酒 然後結果酒快 客人酒快美的時候 他會嗓大一巴掌說 你給我喝 然後之後他就趕快倒下 乖乖喝完 然後說 你這愛喝完 然後他在喝完的時候 他說 你這愛給我點 然後最後他點一杯的時候 然後他說 你怎麼喝那麼慢 他在客人呢 打客人就直接嗓大聲 然後客人的臉都紅了 然後客人的臉都紅了 然後客人的臉都紅了這樣子 然後客人就說 哎呀哎呀 又幹嘛一對打我 然後到後面要生氣的時候 他說你愛我 然後從後客人就說 我愛你也要去喝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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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以為我們是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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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沒有 因為他們好像 不知道後面還滿願意負起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越打越嗨 對 你覺得老闆很帥嗎 不是 他就是 小奇葩的樣子 有點像虎虎的感覺 這麼滑 我剛剛虎虎的感覺 想到我以前老闆 應該是老阿姨的感覺 對 你們去喝酒 發生過什麼可怕的事情嗎 去喝酒發生過什麼可怕的事情 當下都會是 完全不記得 有一天我們兩個去泰國 然後後來之後 我們已經喝酒水了 說好再喝再喝 我們就去路上 然後看有人在專門接法的 後來之後我們就說 我跟福律說 接法 let's go 後來我們兩個就很白癡 因為他接法的話 不是用綁 他是用燒的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子 我們就說好我們接三個 因為一根太貴了 我們就讓我們接三個 對 對 然後這邊一根 中間一根 然後旁邊一根 是那種很醜 很醜 很醜 然後我們就從路上甩下 可是因為早上起床 然後發現我們這邊怎麼有東西 等一下那個頭髮是 真的一根細細頭髮 沒有 一根變的 喔 然後我們就在飛機上 就我們還這樣到機場喔 因為找不到剪刀 哈哈哈哈 還上飛機 還跟空服人一樣剪刀 才把他剪掉 一剪完就三個洞 哈哈哈哈 三個 三個洞 你們就是那種 最後大丈夫去剪個心 就有很多光怪的事情 有一次那個 我們也是在泰國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在路上 一直要喊說 我們是 FREE DICK SOCKER 哈哈哈哈 一直喊 因為外國人他們都聽得懂 對 我們是免錢的喇叭手這樣 哈哈哈哈 喇叭口 喇叭口 對 然後 就突然有人聽到我們 就是在叫賣的聲音 他說 叫賣 哈哈哈哈 是你殺瘡 哈哈哈哈 沒有了 沒有了 然後就有人聽到我們的叫賣 他說 欸 你來救救我朋友 然後他朋友就引爆在那邊 然後連隔著褲子 都可以看到他下面的一個武器 非常像 金剛褲 對 然後 我們就開始 對他上下騎手 然後他朋友就 把他丟在那邊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把他的腸子挖出來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變成一個 喝飯的故事 會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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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一開始以為是信工業 後來變博士 我酒後的故事相較起來很溫馨欸 我可以跟你們講 但而且他是有點小浪漫的氣氛的那種小故事 就有一年跨年的時候 我跟我當時喜歡的人 就一直去喝酒 跨年 然後 但我那天就睡他那邊 然後醒來了以後我就發現 我在他的床上嘔吐 哈哈哈 然後 因為他的 那就是因為他 然後睡旁邊 然後這邊就都吐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因為我還喜歡他 然後想說不行這件事情不能被發現 不然你就完蛋了 於是我就把我臉上的吐抹掉 然後放在那裡 他現在如果跟他一起說 你懂嗎 因為這就變成 我從一個就是酒後師太恩 變成一個 我聽到你嘔吐我也不介意的 我瞬間變得很偉大 你開起來 你好極好厲害 你第一學到他上班 你要學好 你們最近參加發題有什麼特別可怕的事情嗎 昨天就我們在派對 然後就有人來看過我們的那個FJ或戰士 他就說 你是傅傅嗎 我好喜歡你啊 我說謝謝你 我想說 而且長得蠻帥的 竟然有帥粉絲這麼說 他就說 看過你們影片 我發現你們活得好地層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 對 我就覺得我自己過得好好 謝謝你們 然後他就一直就說 你們活得好賤啊 哈哈哈哈 他是認真的嗎 沒有他就已經胡言亂語了 他喝醉了 他已經喝醉了 然後一直一直這樣 我就說你們活得好地層 他很帥 他還蠻帥的 這也是一種艷遇啦 有沒有跟肉體比較有關係的事情 我記得我剛認識到他的時候 我就看了他很多就有關於肉體上的一些影片 可能那個影片比較誤會 不是說什麼湯不能上傳的 是那個 就是 他朋友幫他策錄然後在派對裡面 然後他就可能就亂親啊 然後就亂點別的事 亂摸 亂摸吃豆腐的影片 啊 鬼水 哈哈哈哈哈哈 超難防的主持 超難防 反正就是 就是你知道 對啦 就是人家會就是說 很有禮貌的 會跟你說說 啊我很喜歡你的影片 然後我說 那我也很喜歡你的夫妻啊 哈哈哈 好帥哦 帥 有一次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剛買了一件後空內褲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剛好那天我們家有一堆朋友來打麻將 然後我就想說 今天買了這個性感有物的內褲 我一定要share給大家 然後我就穿了那件後空內褲 在我們家走來走去 就only後空內褲 沒有 nothing else 然後 但他們在打麻將 他們就是刻意要避開我的眼光 他們就是非常認真地在廝殺 他們覺得算沒有打麻將 他們還是有力量 哈哈哈哈 算了吧 哈哈哈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 不行我一定要讓他們看到 比如說我就把我的屁股放在牌脫上 哈哈哈哈哈哈 中斷的牌去 然後不看 就是他們節目有一集 就是觀眾會問他們的問題 然後那觀眾就問了就是說 你過去有沒有一些就是 類我剛剛的經驗 然後像是吐石的經驗 然後芙芙就在那集裡面 他就開始闡述他跟日本人 那個故事 你要不要自己講一下 我跟你講日本人真的超可愛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有聯絡過嗎 沒有聯絡過 可是他有跟我說 你以後來日本的時候可以去找他 反正就是那時候 原本我的姿勢是這樣子 然後你開始吻 哈哈哈哈哈 是要吻 哈哈哈哈哈 示範一下 蛤 這個主持人不好當 哈哈哈哈哈 然後我也吻 什麼時候 他就一直 一直把我挖下去 我就 呃呃呃呃 我就坐在他臉上 我就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坐在他臉上 躲在這邊嗎 對 他臉就這樣 哈哈哈 然後舌就這樣 哈哈哈 我還有聽他另外一個 土石兒的故事 我忘記覺得土石兒是怎樣的 沒有 是講你自己還講的朋友 真的真的是我朋友 我發誓 我發誓 真的 這個人沒有土石流過的經驗 因為我是天生好靈 可是你私底下 沒有你私底下 哈哈哈哈 放你的 哈哈哈哈 然後咧 沒有土石過 然後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那時候好像他也是小靈好 可是長輩又帥這樣 然後就弄一弄 他男朋友就 他那時候的那個對象 就突然旁邊撿了一個東西 我說 這是你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沒有講話 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 可是看到就看到啊 因為他是一粒小屎啊 就是要小屎 還有一粒 像養大便那樣 對不對 好糗哦 所以 福家庸三四這個節目裡面 所有就是 不好的事情 都是發生在你身上 也有他身上啊 Like 我把我家裡 就是有一天 我家一個男朋友在新竹 她是我一個姐妹 就說你 我跟你很好 拍了之後 我才發現 那個男朋友 其實在 就是他的男朋友 都有拖吃我姐妹 是他嗎 不是 假設是我 噢 是他不行 難道OK 我發現之後 因為有一天我在他家 他就他 他手機放在那邊 他去洗澡 我就收到 他就收到一封檢訊 他就說 欸你在家嗎 然後我就說 是他 我說我在他不要上來 叫他就上來 他就上來 他就打開 你看我就在那邊 他就拿 要下來 他就拿安全帽 跟鑰匙 他就這樣子 鑰匙掉地上 我這樣偶像劇 他就拿安全帽 然後我給我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我想 他在罵你 你以為 我已經夠重 他超危險 他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說 我要這麼做才能找出你的婊子 然後他就 撞他一巴掌 他就這樣子 跟他偶像去 他就這樣子 他就拿東西 他就走了 好厲害的故事 好厲害的故事 我們有要建立自己形象的意思嗎 有 我們的形象是整理嗎 不是 我們節目是我們的回憶 對 我們以前做的事 我是我們在記錄我們自己的生日 地參的回憶 地參的回憶 希望可以慢慢往上爬 變成名元 對 有沒有那個 免為其他人 才能給這張 消極趴的好處 免為其他人 可以讓消極趴的好處 就是可以參與這一集錄影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今天的結尾就是 希望大家不管在人生路上 如果遇到什麼苦難的事情 覺得自己快要走不下去的時候 就點開我們的節目 或是輔接二三四 你就會發現 人生過得也蠻好的 永遠有比你跟你近 笑話 這世界上 有誰的電話由於打不通 是誰的電話由於打不通 他吧 因為他都在玩手機遊戲 他為什麼會幾點多 銀波 銀波的電話是空耗 哈哈哈哈 謝謝收看超自然震動 掰掰 謝謝